今天人气话题要来看看 今年的冬天寒流接力 报道真的好冷 不少民众都会穿一件发热衣来保暖 那发热衣本身的原理 是透过人体所释放出了热量 如果穿上了发热衣的话 那刚好它里头又添加了远红外线微粒 也可以利用保暖的这个纤维 来加以发热 让身体会比较舒服一些 但专家现在也解释 要怎么来洗发热衣也是一门学问 因为发热衣经常使用像是尼龙的纤维 有些还会涂上远红外线的微粒 所以如果你用热水洗 或者是很用力的去搓揉 烘干的话或者是使用柔软精 其实都可能会破坏它上面衣服的结构 或者是使涂料脱落 有哪些四大地雷不能踩 带您一块来看看 寒流一波接一波民众采购保暖衣物 常常选择发热衣 但在清洗这类衣物时 如果洗错了恐怕降低它的保暖度 因为它们的蒸汁的过程中里面 可能会用到一些像是塑胶材质的 尼龙的那种材质 那你用那个发热 就是你下去那个烘衣服或怎样的话 它会造成它材质的那个变形 那可能它的效果就会变成它了 专家解密不对的洗衣方式 可能造成发热效果失离 来看看常见的发热因缘力 其中一种利用特殊纤维 将人体释放出水蒸气凝结蒸水 再放出的热量锁住 以达到保暖效果 还有一种则是在衣物表面 添加远红外线的微粒 一旦遇到可见光就可以发热 但不论哪一种原理 因为发热衣纤维较轻薄 容易被破坏 所以清洗时最好避免用太热的水 不要用力搓揉 烘干使用柔软精也都属于NG行为 一旦方式错误保暖度 恐怕会降低七成 有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氧化膏 氧化膏 这种化学物质呢 它要是被洗的话会掉 所以它可能就 它的发热效果就会变差 可能就用水 可能就不要用洗机 就用水这样子捏一捏这样子而已 专家表示用最简单的洗涤方式 才比较能穿得久 不过发热衣还是有使用寿命 因为纤维和涂料 最后都可能变形脱落 影响保暖效果 解决一体与另一台报道